是一個掌心的技術 但它技術特別是在於 跟以往洗腎的過程 我們需要用一個尖針去做上下 然後去做洗腎的動作 那以往病人最痛苦跟不舒服的地方也會在這裡 因為差症兩難 其實大家都有打針的經驗 那其實打針的時候我們會撞過影響 其實對病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 不舒服的地方 那也因為這樣子造成病人一些的恐懼 那我們今天這個技術 其實它特色在於說 它在鼻下用這種器械裝飾的一個 自己的一個隧道 那事實上在隧道完成之後 就可以用所謂的頓針來施打 那頓針跟尖針其實 就差別在於說 你的尖端其實可以像我們原子餅一樣 其實你原子餅你用鼻尖去戳你自己 其實是會痛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蓋著那個鼻套 其實戳你自己的身體 其實是不會痛的 所以是這種感覺 就是讓我們病人在上下針的時候 可以檢出這個疼痛的感覚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這個技術最大的提供 那可以跟我們講一下說 適用的不適用的嗎 就是這一次不適用的什麼 現在最好的是說 在你自體的血管是第一優先 那因為人工自己的人工血管 它沒有辦法自己修復的能力 所以人工血管 目前來說是把這個 半疊的東西放在那裡 那除了這個第一個先決條件完之後 就是你的血管事實上 一定要有一段足夠的區塊可以 來買這兩針 底下這個隧道 當你買好之後 那之後經過兩兩半 當然評估成熟的時候就可以用 那當然有些人 會考慮到說 我用了這個針之後 是不是完全沒有痛 有些人是根本不怕痛 那不怕痛的病人 可能也不需要說 額外再來摸這個 費用來做這個花費 所以前提是總經 就是第一個一定要制造的血管 第二個的話 就是血管的區塊 至少要保持要足夠的大小 可以來買這兩針 之後的話 那當然最好的選擇是根本 它對於針的恐懼感很明顯 那你會深刻的 會體驗到上這種針之後 對病人來說的最大的影響 好 謝謝